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本期阿聯巴倫生活 這一次我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為什麼我會搬來日本的原因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的 我會搬來日本的理由 是以我個人 以玩車、愛玩車的立場來 跟各位分享的 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不過我並不會全部都是 談到都是以玩車的立場 也有針對一般人的立場 來跟各位分享的 那麼接下來請各位看看囉 首先第一點 第一點的話 因為我非常喜歡摩托車 那摩托車最近在日本來說 相對的跟台灣比起來 非常的便宜 以我的摩托車 YAMAHA主要摩托車 YAMAHA YZ-FR1為例好了 它是1000cc的排氣量 在台灣被列為是大型重機 超過550cc的 那它的稅金是多少錢呢 它的一年的排稅是6000日幣 6000日幣 那等於是台灣多少 236 還不到2000塊台幣耶 所以真的很便宜 那如果是台灣的話 1000cc 一公升的 現在稅金要多少錢 我記得以前好像是要7000多塊 現在有多少錢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告訴我一下 我已經忘記 不知道現在 公升級的摩托車的話 稅金是多少錢 再來是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呢 就是車檢這個部分 摩托車 大摩托車的車檢 大摩托車的車檢 在日本的話呢 即使是老車的話 也只需要兩年一驗而已 那台灣的話可能 我聽我朋友講 就是它的好像是10年左右的車子 好像是半年要驗一次 半年要驗一次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半年跑一趟監禮處 而且台灣的話 摩托車很多都是 要直接去監禮處 驗車 車主要親自到 那日本的話 其實基本上 就跟汽車一樣 也可以委託機車行 我的話是自己每次都親自去 所謂的 日本叫做陸運局 也就是台灣的監禮所 我每次都是 Yuza Shaken 日本的話呢 不論是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到 反正就是自己個人 就可以處理 所以只需要一些 規定 規費而已 也就是所謂的 繳一些稅金啊 然後繳 強制險的費用而已 就這樣子 然後檢查看看你車子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 很快速 然後呢 第三點 第三點的話 我認為 日本的生活品質 跟薪水的一個平衡 我個人是覺得是比較剛剛好 我個人是覺得是比較剛剛好 像我現在住的這個房子 有一樓有車庫嘛 那一樓有這個電動鐵捲門的車庫的話 一個月的房租是 八萬三千日幣 相當於 大概三點七嘛 各位可以算一下 我算數不好 那 在這樣子的話 八萬三千的房租 裡面呢 它這個房子有 有很多 基本上就是有 這個 基本的 造名 除了主造名 需要另外買那種 嗯 所謂的 C-Light C-Link-Light 像這種 像這種 東西 這個是遙控器的 控制燈的 那 混蛋已經可以買一般了 之外的話 都 衛浴那些 包括免治馬桶 都有 都已經齊全了 啊 還有 這個因為我當初搬進來是新蓋的 所以說 房子的冷氣是我自己買來裝的 那你如果說去 很多已經 就是比如說蓋好幾年了 他們一般幾乎都有付 所以 日本來講的話 租房子其實還蠻方便 雖然說房住貴零 但是住的是比較好 到當初這個房子是新蓋的 都很齊全 熱水器也是 數位是控制的 就是你可以按溫度這樣控制 然後也可以放 自動放洗澡水啦 也可以自動加熱 我覺得很方便耶 而且浴室還蠻寬的 嗯 兩個一起進去洗也沒問題 然後 薪水的話 一般上班族大概就 二十來萬日幣這樣子 當然東京的話可能也有三十多萬 不過你領的多 當然 付出也要比較多 再來的話呢 可能就是東京的物價也比較貴 那講到這個 所謂的薪水跟生活品質 以及物價這種平衡的感覺呢 舉個例子好了 就比如說我去超市買個雞蛋好了 嗯 我家這附近有便宜的超市的話呢 大概一盒雞蛋 比如說十個 有的時候便宜的話 就大概一百日幣左右耶 真的超便宜 當然一百日幣也有 然後也有 可能八百多日幣的十個的 也有 當然啦 八百多日幣的是好吃沒有錯 問題是 一百日幣會不會難吃到飽 並不會耶 其實也可以 只是它殼比較薄耶 沒有喔 然後蛋黃不會像那個 貴的這麼飽和 那你可以選中間 比如說是兩百多塊一盒的 也非常好耶 那再加上你一個月是二十多萬的 假設是這樣子的薪水來講的話 那其實生活品質還算可以 OK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一個月二十多萬薪水的話 那這樣換一年不是只有兩百多萬 或是三百萬日幣 怎麼活對不對 那很少啊 沒有啦 日本一般正常的公司有沒有 他每個月薪水是不會給你太多 但是一年的話都會發幾支獎金 所以綜合起來的話 你如果在日本是一般上班族男生 那只要不要太奇怪的公司的話 其實一年收入大概 隨便做都有四百五十萬日幣以上 只要是正常公司的話 那四百五十萬日幣的話 其實在台灣的話就是 蠻不容易的 那 那 看你住的地方啦 你如果說是住東京都內的話 那可能就要更多薪水 問題是 像我這樣子住在就是 不是大阪的完全市中心 稍微 離大阪市 周圍的一些衛星都市的話 這邊 木匠就沒那麼貴啊 比如說像是捲筒衛生紙也是 一整袋的話 沒多少錢 可能有的時候就才 我想一下齁 好像十二還是十六卷吧 才兩百多日幣而已耶 兩百多日幣不便宜嗎? 超級便宜啊 所以 生活起來 沒有什麼壓力 還可以存一點錢 我個人覺得啦 那當然玩車的話啊 像我選我這個房子 就蠻特別的 你看台灣的話應該 真的很少會有這種就是 我這個房子 它雖然是專門租給人家 但是它一樓是有鐵捲門有車庫嘛 然後二樓的話就是 起居有一個很大的 飯廳跟客廳連在一起的 然後還有一個隔離的睡覺房間 跟陽台 那一樓的話 除去車庫不管的話就是 有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然後有免治馬桶 再來的話 浴室的話就很寬 有一個很寬的浴缸 不是日本那種 好像印象很小這樣縮 可以整個人這樣躺進去 很不錯 然後有自動 自動放洗澡水功能的浴缸 就還蠻不錯的啊我覺得 然後裡面也可以放 大的那種滾桶式洗衣機 我的洗衣機就買那種 Panasonic的 就感覺就是生活起來還蠻 蠻有意思蠻不錯的 然後 為什麼會選這個房子的原因是因為 那玩車你要有車庫可以放車嘛 所以我現在我這個車庫裡面就是可以放 放我的 Aprita的Torono嘛 然後我的YZF-R1 再的話還有我的保時捷 跟上班用的自行車捷安特的Anilode 3 然後呢還有我當初自己組的Panasonic的鋼管車架 FRC06吧記得 所以小生活的話 過起來感覺還算不錯 還算過得去 然後 附近的超市走路也都會到 雖然說我常常開車去 偷懶 或是下班騎自行車的時候經過 我就會去買菜這樣子 那 那 今天我去那個好市多嘛 好市多的話離我家稍微遠一點 要開車或騎車才會到 但是基本上這附近生活 都很不錯 像 離這邊大概車程是20分鐘左右的地方呢 要開一個關係最大的Outlet 其實離我家附近 蠻近的也有一個叫做那個萬博公園的地方 就當年日本萬博公園的時候蓋的紀念公園嘛 有那個什麼太陽之塔 各位應該知道 在那邊也有一個很大的Latterport Expo City 很有名的 那裡也很好逛啊 所以說 我不會覺得就是說住在這裡有什麼不方便 而且這裡晚上都很安靜 雖然說我的客廳窗戶打開前面就是那個房東的溫室 專門給他的朋友種菜用 不過 就還算不錯吧 我如果以後可能要 我如果以後要搬家的話可能也會選就是 比較靠近這一帶 或是就是講大家講說什麼 Hokusetsu 因為我上班的地方是在 各位知道嗎 那個Panasonic的地方 我不是在Panasonic 就那個Socos 我在Socos上班 所以從這邊騎自行車過去大概15到20分鐘 就還蠻緊的啊 運動剛剛好 那這個就是第三個原因了 好 那麼我來跟各位講講第四點 第四點的話就是我要講到就是 當你實際買了車子 開始在日本肆無忌憚的玩車了 以後呢 你出門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跟台灣有明顯的差異 首先以摩托車來說好了 摩托車的話 第一個 日本的摩托車只要超過125cc以上 就可以走高速公路 為什麼125cc以下不行呢 因為125cc以下維持高速度是比較困難嘛 所以他是這樣判斷 那 可以走高速公路當然就很方便了 日本的話 基本 他不會因為 是摩托車就把你視為是次等國民 摩托車只是 人民選擇移動方式的另一種方式而已 甚至呢 大家會覺得說就是 選擇騎摩托車是 蠻另類的 並不會覺得說 什麼次等國民 什麼的 可能因為 日本 不會像台灣這麼多 就是有所謂的 大家在覺得說什麼 是因為窮才騎摩托車什麼的 日本不是這樣子 因為日本的 小汽車也很便宜 雖然說現在貴多了啦 好 首先就是 但是 整個社會環境呢 並不是這麼的騎士機車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呢 基本上整個社會環境 對 摩托車來說呢 他是把摩托車當作兩輪的汽車的 尤其是像大型的摩托車的話 基本上 開車的駕駛都是比較尊重摩托車騎士的 在 我記得在考日本的駕照的時候呢 就有很明確的講到說 只要你是開車前面有看到摩托車騎士的時候呢 你就要跟他保持安全距離 不可以跟他太近 因為摩托車的特性 如果後面的 後面的汽車跟摩托車跟太近會 導致摩托車其實心裡會有壓力 那很有可能就會造成事故 所以千萬不能這麼做 我們台灣的 教科書有這樣寫嗎 我們台灣的那個駕訓班有這樣教嗎 絕對不可能嘛 我的汽車駕照是在日本考的 後來在日本考以後才回台灣換了 台灣的汽車駕照 那我在日本考的時候就是有教這些啊 就是在路上碰到摩托車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互相尊重 不是說看到摩托車就會覺得擋路什麼 那根本就是一種心態上有問題啊 然後我們台灣的政府也允許了這種行為 所以常常造成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先別談台灣這個 所以我身為一個摩托車騎士 在日本出門的話基本上就安全很多 當然日本也是有很奇怪的人 就是會特別故意找摩托車麻煩 但是這個比例非常的小 一年之中喔 大概碰過一兩次差不多了 就像你在日本路上幾乎一整年出門 不太會看到故障車或是交通事故 真的跟台灣真的不太一樣 那我之前有去中國廣州長期出差嘛 大概我每個月會去兩到三個禮拜然後再回日本這樣子 那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呢 就發現那個中國的交通真的是 廣州齁那個 首先就是天天都會有交通事故嘛 然後天天都要跟死神搏鬥講難聽一點 就是每天都要面對就是 反正你撞我我撞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回到日本生活以後我真的覺得很安心 起碼這種事情真的很少 那你處在這樣子一個環境下 整個人的心情跟想法都會受到影響 會不一樣 所以第四點的話就是出門的時候呢 大家不會把摩托車當作是一個次等公民來看待 你就是兩輪汽車啊 可以走高速公路啊 然後呢 摩托車的高速公路的通行費 跟那個日本的K卡是一樣 K卡的話就是日本國內專有的 排氣量是660cc 那以摩托車來講的話就是那種50cc的意思 不過日本的660cc做的K卡做得非常好 就還蠻實用的 之前我的網紅朋友找那一會嘛 他買了一台HONDA的新的NBOX 你看那個車子就很棒啊 我也是覺得真的蠻棒的 我曾經也開過一陣子HONDA的那個最近新款的 我開的那個NWagon也是相當滿意 不過因為我喜歡飆車嘛 喜歡飆車的話那個在高速公路就有點不用了 有點不夠用 因為它畢竟日本的話呢 660K卡它的車子的輪距呢 是只有145公分 很窄啊 雖然說你在日本這種窄路很方便 問題它限制在145公分的車寬 所以說你高速的時候過彎的時候 那個當然就是穩定限制比較差 然後如果說車高做得高的話 就比較容易狠咬 狠咬 它有防晴感啊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對啊 畢竟 具有一個法規一個受限在那邊 對啊 如果是S660 可能就不一樣了 S660就是HONDA出的那個K卡的超跑 它是真的是超跑喔 完全就不一樣的設計 嗯 有機會我想開開看 以後可能 如果有機會的話想去租看看 然後再開一下給各位 報導一下 因為它已經停止生產了嘛 變成稀有車種了 好可惜喔 那麼 所以你可以騎這摩托車 到任何可以去的地方 也不能說任何啦 因為日本也是在90年代2000年 有一些三道飆車族的問題 死了很多人 所以說 大概可以去搜尋那個 Roring族 Roring族 那個話就是講那個年代的事情 那因為這些人他們在山路拼命的玩嘛 然後干擾到一般民眾的時候 然後又摔死了不少人 所以導致有很多很不錯的山路 導致有很多本來都不錯的山路 現在都進行摩托車 某一些時段 比如說 假日 或是深夜 就不讓你上去跑 滿可惜的 像我之前 YAMAHA有在那個嘛 仙台的蘇果賽車場辦活動 我就可以從 大阪一路騎高速公路 就是飆到仙台去 完全沒問題啊 很方便 而且摩托車有 摩托車有摩托車專用的一提席 很方便 以前的話都要 插那個卡在入口的地方 然後再好像那個 付停車費一樣 再把那個高速公路的回溯券 插到機器裡面 然後再付錢 現在的話都是 一提席的 摩托車對不對 很麻煩啊 你 比如說 像我們騎那個大摩托車 都是有戴手套 你要脫手套又拿錢包 又幹嘛幹嘛幹嘛 後面車在那邊等 也是不好意思 在這邊久了之後 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會因為覺得 我就是要浪費時間 沒有啦還是不好意思 然後 也是車的 第五點 第五點 也是車的事情 日本的 車子的保險制度 我覺得比台灣要周全 我有一次開我的阿巴斯 去看MOTO GP 在那個MOTEGI 然後 我在停車場裡面 因為塞車 等的時候啊 左後方來了幾台摩托車 那第一台是一個 HONDA的VFR800 掛箱子 好大一台 一個無機傷起的 然後看 嗯 他好像就是 好像過不太去 那反正我是沒有差 沒辦法 我開車我也不能 我就只能等 所以說我就 我就把方向盤往右一轉 然後停下來等他 就是讓給他 然後沒想到 這傻蛋竟然 他跟我打招呼 打招呼都沒問題 我們都知道 你弄那麼重 又掛三個箱子 而且VFR第一速超美麗的 他在這個情況下 他竟然舉起他的右手 跟我說謝謝 那各位應該就知道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了吧 接下來就是他的整台車 然後就 直接倒在我的車上 天啊 然後他的把手 直接插在我的 左前方的葉子板裡面 好慘喔 我的媽呀 然後整個人睡到 他的整個人就是睡到 我的引擎蓋跟玻璃上面 你知道嗎 是沒有破掉 因為阿巴斯其實也還蠻堅固的 反正他整個車子就 然後他的箱子 右邊的那個箱子都碎掉 什麼的 反正就這樣子啊 然後他一開始還耍賴什麼的 說我怎麼 因為我車子有動 因為日本的話是這樣 就是 假如說我這樣讓他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停下來的話 那我就要負一點責任 台灣好像也是吧 但是那個時候 然後我早就停下來等他了 他那個時候如果對不對 如果手開這樣的話就沒事了 因為你 你一定要開油門 讓車子維持平衡嘛 對不對 要有速度 他好死不死的 傻蛋 我看應該是那個啦 Retang Lider Retang Lider 就是很久沒有騎 比如說可能二三十年沒有騎 又回來騎 後來就從義大利叫火換 等了好像兩個月 然後重點是說就是這樣弄到了 然後先打電話給警察 然後警察 然後再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然後你以為會有鬼扯蛋嗎 什麼都沒有 就是把他交給保險公司 打一打就這樣很簡單 首先保險公司問我說 請問一下車子還可以開嗎 我說可以 他說那你判斷這個車子可以開回大阪嗎 我說應該沒問題 就是只有外觀有損傷 好他說麻煩我到時候 我先開回大阪 然後再麻煩叫我告訴他們 我什麼時候有空可以去取代步車 而且代步車有兩種 一個是B&W的E-Class 就是E系列的 或是說是B&W的A或B 我說隨便看我要哪一種 直接跟他指定 那我想說 嗯 因為那個時候B&W的E的話 他說是E35 我覺得他也不錯啊 E35 然後又是後輪驅動 想開開看 因為我在那之前只有開過前輪驅動 好啊 那就不然就BM好了 BM好了 好像很隨便 反正 雖然那個時候 那個騎Viva800 其實他 一開始跟警察說謊什麼 但是 他後面的騎CVN先生 他朋友馬上就 就過來 就講說 我明明看你看到他的車 已經停下來 是你自己硬要右手舉起來 然後 車子失去平衡 倒在人家車上 你怎麼可以誣賴人家 他直接幫我跟警察說 所以說 才不會鬼扯蛋 不過如果他是鬼扯蛋 我那個時候本來 因為我車上有行車記錄器 我把那個錄影拿出來 其實他也 摸摘掉 所以 馬後來就叫保險公司都處理什麼 我跟 從頭到尾我跟那個 摩托車的駕駛 只有短訊聯絡過 一兩次吧 其他都是保險公司處理 我根本 我這邊零責任 什麼都不用 然後 兩個月後 我的車就回來了 然後 就跟原來一模一樣 他們還說是有情 就是因為你要考慶嗎 有請 有用那個電 原廠的那個 就是測光譜儀器去測過 發現是沒有問題 然後 而且有請老師傅重新 就是 儀器跟老師傅的眼 雙重檢查 然後再加上我客人 我確定沒有 完全沒有問題 在弄這樣 然後 各位猜一下這個 修個這個 換個葉子班 然後 就是烤漆弄一弄 這樣子多少錢 猜猜看 超貴 60多萬日幣 我的媽 阿巴斯真不便宜 不過也可能是 他們說 因為塗料也要用原廠 所以說 就是比較麻煩 那 因為那個顏色是限定 是YAMAHA藍 所以說可能 在吊色上面比較 就 就是花了一點時間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職場上的感覺好了 那麼呢 我來日本之前 我來日本之前 在台灣也工作過一段時間 我在雜誌社工作過 我也在翻譯公司工作過 我甚至之前也有打工過 那來日本以後 現在這個公司 是我的正職工作的第二份工作 那麼呢 台灣的職場的話呢 好處的話嘛 當然就是比較活弱一點 很多事情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閒置 Anyway就是 但 就比較需要動腦筋 那但是 反過來說就是 在交際應酬上面呢 因為我個人 我這個人是不喝酒的 有認識我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不喝酒 所以說 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話你 你有時候跟客戶 像我以前是做雜誌社主編嘛 那你有時候 如果說 業務啊 他們有要求 就是說 想要跟 這個 合作嘛 可能要喝點小酒 什麼 那我們不喝酒 所以有時候 就覺得很難過啊 那 台灣的話又是拼酒 不喝的話 那大家就覺得 就是氣氛不太好 這樣子 然後 現在當然好多啊 但是十幾年前的話 真的是 還是比較傳統 傳統的客戶比較多 尤其 如果說你去那種 做 摩托車零件的地方 那些地方都是職人嘛 所以說都是喜歡喝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 台灣的職場 或是整個社會的一個 商業的氣氛 就是比較喜歡 投機取巧 我不是說這個不好喔 但是因為我的個性的話 我 我這個人不太會說謊嘛 我不知道你們相不相信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 不善於說謊 所以說 所以說 我自己覺得 我在台灣的職場是比較吃虧 因為我 比較職場子一點 然後 比較不會 我雖然會 會講很 會修飾話語 我會講 好聽的話 但是 我不太會說謊 我不太會騙人 那在台灣的話 其實台灣的職場 或是台灣的整個社會商業環境 有時候都需要使用一點技巧來騙人 我不會啊 所以 在台灣來講 我就活得蠻痛苦 那日本的話就剛好反過來 日本的話是 你只要就是 依照一個準則 去做 一個大方向去做就好 然後你 反而就是 社會的氣氛 比較不允許 去說謊這種事情 人與人的交往也是這樣的 不可否認 也有一些 所謂的什麼善意的謊言 或是怎麼樣 或是 各位最近也有看到 什麼 什麼 比如說 Mitsubishi 還是什麼 神戶之鋼啊 什麼Data 造假或什麼 但是呢 假設以我們 就是華人的這個 所謂的造假來講的話 我們華人造假是 真的是不得了 那個都是很離譜 那日本這個 報道成這麼大的事件 所以說是日本人 我不知道是過度要求自己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必要做到這麼 高的標準或什麼 當然 不可否認 高標準的話 確實對一個 國家的 成長的一個 怎麼說的 成長的一個 條 不能說條件嘛 應該說是成長的一個 一個動力 因為 對於企業的要求 是蠻必要的 沒有錯 問題是 好 新幹線也造出來了 火箭也造出來了 戰鬥機造出來了 戰艦造出來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所以說它原來標準就是超高 像鏈條也是啊 對不對 你買比如說像是日本鏈條 RK DID 這些東西 會不會像我們國產那些 動不動就 一下就生長這樣子 一天到晚要調鏈條 根本不用啊 新的時候調過一次 以後就用到爛 就是這樣子 日本的東西 真的是 無庸置疑的好 那講到這個 日本為什麼會造出好東西 各位也知道 就是 日本的 加工機技術 就是工作母機的技術的話 是世界一流 它 僅次於美國 或是甚至在模型領域會超過美國 但是基本上 就是世界最頂尖的 把德國都 落好幾條街去 比德國先進太多了 美國 日本才是德國 日本的工具機 已經有140年以上的歷史 你可以去看那個Mazak 我以前我去大阪的有一個 專門做機械架工公司 有去看他們的工作母機 真的超先進的 有那樣子的東西 做出來的東西 才是好嘛 所以說我覺得 日本人的這種 匠人精神 ものづくり 就是做東西的這種 講簡單一點 就是好像就是對一種 純機械的這種追求 其他國家應該都沒有那麼熱慮 那相對來說就是 類比吧 類比方面是很強 沒有 但是對於數位的專演來講的話 因為可能數位的需要是比較活絡的腦袋 但是日本其實還蠻死板的 這方面 所以說日本的話 數位這個產業一直都 沒有發展的比較迅速 有時候會給人一種 比較不知變通 的印象 但我覺得日本的話 在日本國內這樣子 其實就很好了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已經 日本是一個 千年以上都沒有被入侵 沒有改朝換代的國家 所以說這個制度 我不能說它不好 它一定有它存在的意義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當初會想 搬來日本的主要的原因 也是我住一段 這十幾年來住了以後的感覺 如果對日本生活 以及對日本玩車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儘管問我沒有關係 我都會告訴你 對 剛才忘了講到 我喜歡日本的食物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 呃 吃的東西跟你 有沒有辦法長期 在那個地方生活 有一個很大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好日本的食物的話 我都 合我胃口 而且呢其實我 比起台灣的食物來講 我個人的話就是 日本食物更能夠適應 比如說像是 煙菜 或者是烤魚 生魚片 壞絲料理 呃 煮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我非常喜歡 呃 尤其是生魚片這種東西 我完全都不會有那種抗拒 生的東西 生馬肉 生牛肉 生雞肉 嗯 偶爾吃啦 幾乎不吃 所以 對我來說 在日本生活 就是我 夢寐以求的 並不是單純的幻想 而是實際上 搬來這邊生活 我發現 呃 還是日本比較適合我 再來的話 氣候的話呢 因為我 怕熱 呃 所以說 台灣的夏天我真的 受不了 真的有夠熱 又黏又熱 日本的話夏天雖然是很熱 沒有錯 問題是 日本的話大概室內都有 冷暖氣嘛 所以冬天 很暖 夏天也不會很熱 而且 日本的話 商業設施的 冷氣的溫度都剛剛好 不會像 台灣的百貨公司 有時候甚至冬天都會開很強的冷氣嘛 說實在的 我當然進去這樣覺得很舒服啦 有的時候他們說是為了要除霜什麼的 就是因為會有水氣什麼 可是實在是太冷了 我是男生還好 但是如果說是女孩子的話 真的我覺得蠻可憐的 都會冷到不行 綜合以上這幾點的話就是 簡單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我 我 阿聯 喜歡在日本生活 而且我應該會繼續生活下去 但我並不會討厭台灣 只是說我個人的話 比較喜歡現在在日本生活這種模式而已 我習慣現在 呃 上班的模式 喜歡現在 十一住行的模式 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在日本生活 日本的法規可以支持著我玩車 日本的話車子也可以改造嘛 都沒有問題 不像台灣什麼 換個燈泡還要被檢舉 就很順暢 沒有說一天到晚脖子變得死死的感覺 那真的很不好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都是民主國家 我們都想要過民主 自由的生活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希望 各位朋友如果有能力 如果對日本有興趣 想要在日本生活 可以考慮過來看看 那 當然最理想的是 如果說你又認識 就是這個論集婚嫁的日本女朋友 那 恭喜你 你又多了一個 可以結婚的理由啦 好啦 那祝各位都幸福平安健康 並且呢 要小心疫情喔 我也會盡快去打疫苗 現在雖然因為我還 年齡還不夠 不夠老 還不夠資格 所以還不能去 要再過一陣子才能去 預約打疫苗 好 希望這個新冠肺炎趕快結束 我們以後就可以在 你們可以來日本 我也可以去台灣 希望大家都過得 你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囉 掰掰